由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所主办的第17届松竹梅野餐会近日在洛杉矶热闹举行 作为南加州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区活动之一 本届的松竹梅野餐会参加人数已经超过1400多人 创下历年新高 其餐与人涵盖了两岸三地各大高校的校友 野餐会现场有舞台表演 趣味体育竞技和儿童乐园等 为广大校友们提供了一个娱乐与社交的平台 本届的野餐会更有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戴双明副总领事 庄志哲副总领事以及领馆60位人员到场 与各校校友们共相胜举 戴双明在致辞中表示 松竹梅野餐会已经成为南加州知名的跨界品牌活动 是华人联谊的好平台 他呼吁桥界更多社团组织一起加入松竹梅行列 以此促进中美友谊共同合作 凤凤凰卫视时期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